而现在全球都希望可以获得有关AI方面的战备物资 尤其期货可居的当然就是灰达的晶片 不只美国想要中国大陆也很希望拿到手 但是在美国出手阻拦的状况之下 如何取代了灰达的高阶晶片 对中国大陆来说就是非常重要一个任务 华尔街日报报导就说了 其实有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在新加坡留学 但是回国也是回中国大陆度假的时候 竟然带了伴手礼就是挥达的先进制程AI晶片 而且每一块晶片其实它可以获得的报酬还不少 有100美元的报酬 甚至其实带回去中国大陆还有在新加坡当中 只要过海关的时候都非常不容易被发现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大小大概就是一台Switch的游戏机这么大而已 所以说你要带这样子当作伴手礼 或是带回国也是一个非常方便的行为 甚至呢从法令上来看 其实它并没有违反任何新加坡的法律 但事实上的确台面下这个挥达晶片的交易 依旧是非常热络的 甚至有所谓的暗黑供应链 因为至少有70多家的分销商公开宣传说 他们有受到限制的挥达晶片可以卖 甚至根据他们的数据来说 每个月其实都可以卖出数十枚 甚至呢如果你要从源头来追查的话 也非常难来进行追踪 因为一旦你运到其他地方 这个当中你要追查是非常困难的 主要还是中国大陆非常希望 可以在AI竞赛当中保持对美国的竞争力 所以每一块亏达晶片 尤其是高阶的运算能力的晶片 对中国大陆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资 再让我们来看到 其实很多人在今天讨论到 台积电因为台积电站上了千元大关 股民们今天是不是才刚上班就想下班了呢 因为今天台积电实在是太狂了 一开盘就冲上了千元 也正式的加入千元俱乐部 见证历史的一刻 台积电开盘就冲上一千元大涨二十一块 最终以一千零五元收盘上涨二十六元 涨幅达近三百分 成为台股第十九党千金股 而在突破千元后 每跳一次会直接涨五元 也相当于往后每涨一次 大盘就涨约四十点 目前并没有看到任何转弱的迹象 那股价能够创高就是多头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美股 也是强势的情况之下 短线应该持股的部分都还可以序留 而台积电周四猛涨 主要也是受惠周三美股 标普纳指再创新高 台积电ADR涨三点八六% 收在新高点 同时带动台湾各股企业盘 台积电竞全晚间十点二十七分 共上一千零一十元天价 最后回档整理收在一千零五元 而周四台股大盘涨势 也没让投资人失望 一早开牌两万三千三百六十点 指数跳空开高走高 中场上涨三百五十点 以两万三千五百二十二点作收 创下新高点 NVIDIA股价再度的转强大涨 这个也激励了市场多头的一个信心 资金今天全面点火 不过近期股市猛涨汇市却脱钩 新台币跌跌不休 受亚币拖累热钱出走 只是台币跌该不该换美金 分音师认为不太妥当 等到降息美元就会转弱 只是时间问题 一别新闻讲张慧先 台报道 我们再来看到 其实对电动车来说 芯片当然也非常重要 但是呢 如何倾销到欧洲 现在对中国到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困难 也是挑战 主要是因为在7月4号这一天呢 欧盟启动了 对中国到的电动车 征收临时额外反补贴的进口关税 在之前其实就已经提到了 但是在7月4号这一天 正式启动 这样子的%数呢 最高可以来到37.6% 所以这些成本就会转嫁到 中国到的车商上面 车厂上面 至少是数十亿美元的新成本 路透社就说了 其实这样子的关税反补贴的政策呢 其实会让中国到的车商 感受到非常严重的压力 但是你要成功的 这个打击到中国到了车厂 还是非常快呢 你顶多只能说是拖慢它 进入到欧洲的速度而已 但是对很多的中国大陆车厂来说 他们必须要做的决策是 第一个你要到欧洲里头去设厂吗 还是你必须呢 拉抬你的价格 重新定价 反映成本 这现在面对他们来说是个两难的考验 但是如果以欧盟的国家里头来看的话 他们的立场似乎并没有非常统一 像是德国因为本身跟中国大陆在车方面有非常深的交易 所以德国方面是抱持反对态度 但反倒是法国其实举双手赞成 意大利西班牙也都是支持的 但是我们来看到其实以中国大的电动车 在欧洲的市占达到了19% 跟前一年相比又再多了三个百分点 其实当中有三成都来自于它的低成本 所造成在当地可以争取市占的一个这样的状况 但是日本现在也希望可以发展自己的国家队 甚至呢这个厂商联合一起吗 日英新闻就说包括Honda还有Nissan 考虑要联手开发 第一个包括是标准化的软体 还有电动车的充电桩 试图呢把成本降低 而且也提升他们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再来我们要来看到 其实或许大家讲到电动车 一定都会想掉的指标品牌就是特斯拉了 他的第二季销售交车44.4万辆 其实是优异于预期的 而且比上一季增加了15% 接近15个百分点 但是呢分析师认为说 特斯拉已经走过了最糟糕的时刻 自动感应开启后车厢 把巨大熊熊成功塞进车里 特斯拉行销不间断 优惠也不断 7月1号才在大陆宣布 针对Model 3和Model Y标准续航版 推出五年零利率等购车优惠 打出每天最低只要付人民币85块 也就是台币362块钱 就能无痛购入特斯拉 而特斯拉也是靠着之前的减价促销 催出第二季销量的吗 特斯拉公布第二季交车44.4万辆 小幅优于市场预期的43.8万辆 再加上与惨淡的第一季相比 计增幅达到了百分之十四点八 表现看似终于回神 再加上进入暑假 离特斯拉预告的大日子 八月八号越来越近了 之前马斯克就放话 无人计程车服务 八月八号上入 再加上最近在大陆 也没看到新一波的降价促销 有分析师很乐观 美国的Webush证券认为 特斯拉已经走过最糟时刻 再加上AI的应用 被低估还有成长潜力 能源储存业务发展正向 把特斯拉的目标价 从275美元上调至300美元 但妙的是华尔街分为两派 一派唱多 一派看空 有人就很不看好 特斯拉的获利能力 有分析师悲观看待特斯拉的行销策略 事实上特斯拉的前景挑战 也确实不容乐观 因为特斯拉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比亚迪第二季的全电车卖出了42.6万辆 新能源车的总销售量则是达到98.2万辆 距离破百万只差小小一步 而特斯拉不是只有在大陆市场 被大陆的电动车包夹 包含韩国的KIA 现代以及美国的福特 都在努力追赶中 根据统计 在截至今年5月为止的前12个月当中 特斯拉在美国卖出了61.8万辆的车 而其他车厂加起来的纯电销售 则是59.7万辆 也就是说过去特斯拉的领先优势 正在缩小 特斯拉面临多方夹击 8月份的Robotaxi 是否真能如其上路 就被寄予厚望 由于外线预估 Robotaxi会是在大陆推出 而被称为特斯拉大脑的FSD 到底能松绑到什么程度 至今没有答案 而在大陆 无人计程车的战场早就在预热 大陆有很多大城市 包含北京武汉 都已经有无人计程车的试行区 像是大陆百度推出的无人计程车 罗伯快跑才刚推出第六代 共一千辆的新车 标榜能更安全 会先在武汉来测试 要是特斯拉的Robotaxi真的上路 也已经有一批竞争者在等着他 TVBS新闻综合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promise 是 是 是我 是 是